傅里乡长出缺补选即将在6月18号投票 四强争霸的选情也备受地方的关注 候选人刘文祥以及江东城不约而同的选择在这个星期六 办理了竞选总部的成立大会 首先我们来看村长出身的刘文祥强调扩大为民服务 而对外界买票的疑云刘文祥是驳斥选举的抹黑 将诉诸法律同时也强调干净选丰的概念 鞭炮声动算声不绝于耳不理乡长出缺补选 开跑参选人刘文祥 11号上午成立竞选总部 许多支持者到场立挺 西间也看见前乡长陈荣聪先生 刘成同一阵营不言而喻 村长出身的刘文祥也在一次强调扩大为民服务的参选初衷 对近日外界买票疑云 刘文祥驳斥选举抹黑造谣 将诉诸法律的同时 更强调要打一场干净选举 今天如果我有买票 检调单位一定把我抓走 如果没有的话 我一定追究法律责任 不要意图使人不当选 为了我们复理的乡亲 所以这次站出来 为我们复理争取这次的选举 让这次的选举干干净净的 复理乡长出缺补选四抢一 竞争激烈 出身竹田村的参选人刘文祥平常心以对 他表示 复理乡友人由复理做主捍卫尊严 复理人绝不退缩 也恳请乡亲民众支持 6月18号用神圣的一票 让复理人真正做主 接着是玉兰复理采访报道